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潮民频道 今天我们就要说 最近缅北内战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当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就是 发起到这次缅北内战的那一方人马 竟然高举着 铲除 电片集团大魔头的旗号 究竟这场缅北内战 当中发生的因由 人物 以及角色 为什么 和电片 这些集团来扯上关系呢 又为什么 一定要消灭当地的四大家族 才能够 彻底铲除这个 臭名远播的电片集团呢 究竟整件事 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历史背景 转头回来 我们就会为大家 来一一描述 再之后我们就说 美国有两个记者 出了一本新书来爆料 爆什么料 原来他们爆的料 就是黄之锋 曾经想尋求美国的政治庇护 但谁知道被美国 来得无情拒绝 转头回来 我们就讲下 那两个记者在书里 爆的这段历史 在节目开始之前做一点呼吁 在12月21号至1月2号 就会有我们 新潮民 云南之旅 这次我们就来玩13日 行程内容都由我格仔亲自设计 是有别于外面的 旅行团 想报名和查询行程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是WhatsApp加852 68287447 找潘小姐 查询行程的详情 以及报名的时宜 而另外 我亦都会在 今集的节目尾段 来做一个20多分钟的 这次旅程的 详细介绍 想知道的朋友 亦都可以回到 这条片里面最后的20多分钟 来了解一下 这次 由我亲自设计的这个团里面的 了解一下今次的云南之旅 是一次养生之旅 就特别适合 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想知道的 记得看最后的20多分钟影片 在节目开始之前 上面提提大家 今晚礼拜四晚的新潮民直播 就会顺延一日 去到礼拜五晚上 再和大家直播 在这里 敬请大家留意 还有就是 提提大家记得一起新潮民三宝 以及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 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接下来就要说 最近缅甸的北部爆发内战 而最令外界触目 以及关注的 就是这次 缅甸的内战 竟然是高举着 铲除电骗者 的这个旗帜 相信这一点 才是 令到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究竟 这次缅甸的内战 是什么狐狼 买什么药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突然之间 会爆发了这场 缅甸内战 近年都可以说到 全世界都战云密布 一场俄乌冲突 再来的 又有巴尔的冲突 然后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 也进行冲突 现在有整个缅甸内战 还要不多不少都关我们事 因为缅甸内战 和中国的边境 是相连着的 再加上 这次是打起一个 铲除电骗者的旗号 所以 我们今天 就必须来说清楚 究竟缅甸内战的来龙去脈 又是否真的 和缅甸内战的 电骗者有关 要知道这些答案之前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一些基本的常识 其实这次是一次 位于缅甸北部 一大叫做 果敢的地方 所发生到的内战 亦是一场缅甸军阀的内战 是一场 争夺果敢地区 最高权力的 斗争之战 说到果敢地区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相当陌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 先了解到果敢 究竟是什么地方 有什么历史背景 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脈 果敢是什么地方 一直以来 这个地区 虽然名义上一直归属于缅甸 但是果敢地区 却是长期保持着 自治的阶段 这个地区的形势错综复杂 因为这样 亦都令到很多人 十分担忧到当地的形势 虽然 这个地区 在现在 就是归属于缅甸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这里曾经被我们中国管核过 先讲一下缅甸的基本常识 缅甸就是位于我们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国家 它的面积大概是 67.65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大概有 670个香港 提起缅甸其实这个国家 是有着相当优秀的 自然和 丰富的资源 缅甸现在 它的经济主要收入来源 依然都是以 农业为主 是一个农业大国 有60%的人口 从事农业 是一个经济 相当不发达的国家 除了经济不发达之外 缅甸这个国家的特性就是 它存在着很多 不同的自治势力 这些不同的自治势力 都拥有足以抗衡缅甸正规军 的军阀割据武装势力 虽然果敢地区名义上 是属于缅甸 但是实际上 缅甸对这个地方 并没有多少管核能力 而缅甸的北部 也是军阀武装力量割据的 重要的地方 很多的军阀割据 都是集中于缅甸的北部 比较著名 出名多军阀的 就有缅甸的 黑任邦 雅邦 以及我们今集的主角 果敢地区等等 其实这次 发生到缅甸内战的果敢地区 它就是位于 缅甸禅邦高原上的一个地区 是归属于 缅甸禅邦的一个区 果敢地区的面积大区 它有2700平方公里 相当于 2.7个香港 和我们 中国之间 拥有250公里的 接壤边境线 而老街市 是一个 城市名 不是街市 老街市 就是 果敢地区的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书楼 和交通书楼的 最核心城市 老街市 老街市这个地方 东北方向 和我们国家 镇康苑 南山镇 距离只有7公里左右 果敢这个地方 它的地形主要是以山区为主 多数这些山区都是幽灵地带 大部分的地区 它的海拔都介乎于450至2400米之间 平均海拔 就有1216米高 因为地理位置相当复杂 重林山区满部 这个也是 造成该等地区 长期 成为国中之国 军阀割据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果敢地区的局势 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果敢地区的局势 其实 一直都不是那么稳定 而这次缅北的内战 首先发起攻势的 就是一个叫做 果敢民族民主和民军 所发起的 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给一个简称 叫做果敢同盟军 虽然 这次的攻势是由 果敢同盟军所发起的 但是 也有其余的军阀参与在当中 并不是 只有他自己单打独斗 这些一起有份参与的军阀 例如有 德昂 若开 等等地区的武装势力 都参与到今次的军事行动里面 现时整个缅北都陷于 一个比较混乱的局势里面 而且还有 不断升级的现象 这次的 这个攻势 其实是针对着 果敢地区的 四大家族而来 四大家族 在果敢地区 长期盘踞 有着很厚厚的实力 而且装备精良 在当地 是有 极大的影响力 稍后 我们会来说 这个果敢地区四大家族 如何来 直接或间接操控 近这两年来 我们经常所听到的 缅北诈骗 以及电骗集团 究竟他们 是如何操控着他们的 我们稍后 会在节目教后的时段 来说 刚才说到 果敢 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属于我们中国的领土 其实要追索历史的话 都可以数回明朝时期 果敢地区这个地方曾经是 明朝时期 明镇康府以及 孟定府的核区 整个明朝其实都对 好像接养着 缅甸这些国家的该等地区 都是实施着一个叫做 吐司制度 来管核 这些 南部的边境地区 情形就等同于 拆封一块地 给那个边境地区的 诸侯管核 这样的意思 大家要先记住 这个制度 因为这个制度 它的影响性 都与今次的事件有莫大关系 好了 明末清初的时候 打书仗败退的 南明将领 就辰转逃亡到 我们中国与缅甸之间附近的 科干山 也就是那种地区 来在那里躲在避难 之后 也都是 长期盘踞着那种地区 就继续和清朝的军队 进行着游击战 为了稳定着边境 其后清朝就建立 对全国的统治制度 就实行 继续延续着 明朝 管理这些南部边境地区的政策 就继续以吐司制度 来到好像封一个诸侯国 给该等地区的人 命令他们世代把守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你们 不过 在归属上来说 你们都是属于 当时的清朝的一部分 所以 果敢地区 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 都一直是被 明朝的残障 阳士土司所控制着 因为其后清朝 都继续对阳士进行拆封 并且颁发了 土司引讯 这些证明 来到明确 确认阳士 在该地区 领主的地位 之后的故事 可能大家都猜到了 其后英国殖民者 在入侵南亚大陆之后 亦都吞併了缅甸 由于缅北地区从来都是山高皇帝远 地势很复杂 所以即使强于英国 都不能够有效 在吞併缅甸的时候 有效能够打击 缅北地区的割据势力 不过英国佬都不笨 既然硬工不行 就来到 进行远工 在用到利益诱惑 或者叫做威逼利友的情形下 英国 就来到 向到缅北地区的各个土司 进行到最实际的 利友政策 就来到迫使道 当时 这些缅北地区的土司 纷纷 都投靠到英国那一边 而英国人也深知道 明朝所传来的土司制度就是最有效 管理该等地区 而行之有效的制度 所以即使在英国 入侵缘缅甸 占领缅甸全境之后 其实都是继续 继承着土司的制度 而阳氏土司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 由明朝末年到清朝 都继续成为该等地区的领主的那个阳氏土司 他在英国入侵缘缅甸之后 也继续成为英国治理下的土司 都是由这个阳氏土司继续继任 其实英国人入侵缘缅甸之后 缅北地区 当时就没有说明文规定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可能英国人当时也不敢去接收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 没有立即明文规定 缅北地区是属于英属的殖民地 在1894年的时间 当中国以及英国 缅甸边界的时候 都还明文规定 这地区是属于我们中国的领土 但是在三年之后 当我们 输了这场甲午战争的时间 1897年 英国就逼清廷 来到签订相关的协定 里面就说到 生活在果敢地区的汉族人民 从此就要被称为 改名叫做果敢族 而当地所使用到的汉语 也都要改名 叫做果敢话 之后就去到50年后 1942年 当时的日本就占领了缅甸 而当时的果敢吐司 就与我们中国进行协商 希望能够 重新加入 我们中国的大家庭 加入到我国 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最后 在中国以及英国 双方 的协调底下 果敢的阳士吐司 被任命为 对当地的自卫军首领 直接由我们中国指挥 果敢阳士吐司的自卫军 来参与对日的作战行动 其后还受到我们中国的赞赏 以及加许 在打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世界的秩序都可以说是 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很多殖民地之前签下的一些条约 一些不公平的条款 都在世界上纷纷作废 不过这样 缅甸 也从此 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过这样 果敢地区就没有回来 我们中国的大家庭 在缅甸独立的时候 果敢地区名义上 依然是归属于缅甸 而当时 击退完日本之后 杨士吐司家族 也再次 实控着果敢地区这个地方 而时间到了1960年 当我们新中国正式和缅甸 劃定边界 基于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来说 就考虑到 当时的果敢地区已经和缅甸走得太近 因此也同意 果敢地区继续留在缅甸境内 所以为什么果敢地区 现在变成缅甸的领土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但是 正如刚才我们所说 果敢地区山高皇帝远 地势这么复杂 当缅甸 接收了 或者叫做接收了 这个果敢地区之后 其实 缅甸也要开始考虑 之后下来的首尾 在最初的时候 缅甸对果敢地区都算是比较温和 不过 随后由到军人掌政的缅甸政权 上台之后 这个时间的缅甸政府 就一反之前比较温和的政策 他们一心就想着 要将各国的军阀势力 就来到重点改造 而改造的重点 也放在缅甸的东北部地区 他们首要做的就是 收回缅甸北部 贤邦的自治权 而当中的重中之重 还放在贤邦里面的果敢地区 一定要将 果敢地区的自治权 收回来 就是当时 50年代尾 60年代初 缅甸政府着力要做的事情 在这个时间 果敢地区的土司 杨氏家族 被逼交出全部的权利 由于治国都不够缅甸政府斗 所以 就将这个土司 西习的权利交出来之余 还搬出了果敢地区 来以示 臣服于 缅甸政府 以表诚意 虽然在这个时间 果敢名义上 归信 缅甸 亦都成为了缅甸的一个自治区 自治的领土 但其实 实质的情况 是没什么改变的 果敢这个地方的大权 依旧掌握在洋氏为主的几大家族手里 这几个家族 不断扩张自身的 势力范围 他们都是当地的大势力 亦都不甘心 将自己经营很久的地盘拱手商量 再加上当时 缅甸为了收回 果敢地区的权力 就用了很多辣的手段 令到当地的民众 和缅甸政府之间 产生很大的矛盾 因此 在这样的情形下 果敢的军阀势力 亦都再次卷土重来 他们一举占领果敢地区 雅邦等等的地方 不过在占领果敢以后 军阀内部又发生了兵变 其后就成立了 今日新闻的主角 果敢民族民主和民均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及到 今次的内战 所打响的第一炮 亦都是这个果敢民族 民主和民均所打响的 在60年代 就已经成立的 果敢和民均 后到尾就跟缅甸 说定了数 保留了自己的武装 而缅甸政府 亦都承认到 果敢和民均的地位 留下他们做山寨王 缅甸政府只是在果敢地区里面派出少量的行政人员 教育人员 来铸守当地 亦等同承认了 果敢和民均 这个军阀势力 在果敢地区的统治 其后一直都相安无事 果敢和民均 统治了果敢 三十多年之后 就发生了一些事端 时间到了1992年 当时同盟军的内部发生了内控 这一次第一次的内控 已经将问题 诱发了出来 其后三年之后 1995年 同盟军亦都爆发了 第二次的内控事件 当时 亦都令到同盟军的内部政权 发生了变动 但最要命的 都不是这两次的内控事件 最要命的就是 到了14年之后 2009年 当时缅甸 要求要接管果敢地区 但被果敢地区拒绝了 因此在当年的8月8日 缅甸政府军 和果敢同盟军发生了交火 在交火途中 果敢同盟军的内部再次爆发内控 就是因为这样 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 正式被瓦解了 到了两年之后 2011年 缅甸正式接管果敢地区 并且在这个地区中设置自治区 更加确立到缅甸政府对果敢地区的 实质控制权 不过 历史再一次重复 虽然今次缅甸已经对 果敢地区所建立的 控制权 有了一个基本 但是 依然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建立到强而有力的统治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果敢地区 里面的民族 里面的居民 其实都是以汉族为主 30万住在果敢的人 几乎清一色全部都是 汉族的人口 在果敢地区 清一色都以汉族为主的情形下 这里的生活习惯 文字语言 以及 风土人情 几乎都跟我们国内没什么分别 所以果敢地区 所生活的汉族人口 在缅甸来说 其实只是一个少数民族 本身来说 跟缅甸的主体民族 缅族 有较大的差异 也对缅甸没什么认同感 而缅甸政府 也经常有意无意地 以比较粗的手段 来打压这些 跟缅甸主体民族 不相同的民族 也就是少数民族 的发展 他们一直打压 所以导致双方经常冲突 亦令到果敢地区的人 亦令到果敢地区 汉族人口 会很自然产生了一种对抗感 来对抗当地缅甸政府 加上他们 还保留着大量的武器装备 加上地势复杂 以山地 幽灵为主 就令到这里的局势更复杂 缅甸虽然名义上能够整体控制这个地区 但是无法彻底消灭 分散在各地的武装势力 这些武装势力 亦都 再说一次 这些武装势力 亦都以游击形式 继续和 缅甸军方进行对抗 都不是今天的事 这些武装纷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一直都无法解决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问题严重 加上缅甸对 像果敢的这些地区进行封锁 就导致果敢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十分缓慢落后 虽然 这个地区的地方武装 亦都注意到 要改善当地经济 不过 并没有显著的成效 这种经济上的低迷 亦都令到更加多人挺而走险 社会治安问题 亦都越难越收拾 而缅甸政府自身的军事实力 都并不强大 而且缅甸自己 国内的经济亦都发展缓慢 在缅甸人的社会里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矛盾突出 亦都存在着 较大的社会治安问题 自己都搞不定 又怎能够 彻底控制果敢 所以不要看2009年 控制了果敢地区差不多50年的 果敢和盟军瓦解 就以为 缅甸政府已经取回 当地一切的控制权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个军阀的下台 只是令到 当地其余的 不同势力 补偿 而这些补偿的势力 就是我们在片头所说到的 果敢四大家族 这次所发生的缅北内战 白点去说 就是由 在2009年被瓦解的 果敢民主民族同盟军 的一场复仇之战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次 内战打响的第一炮 他们自己都承认到 就是这个果敢同盟军 卷土重来 所打响的第一炮 而这次率领到 果敢同盟军 打响的第一炮 就是昔日 果敢同盟军总司令 彭家声的长子 彭德仁 所率领 这次 他要将自己曾经失去过的东西 全部拿回来 不过 彭德仁 他相当聪明 他知道 他出兵 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堂皇的理由 因此 他就高举着 打击 电片集团的这个旗号 就要来到 一举消灭到 缅北非常严重的 电片集团 以及 他们后面的保护山 这个名义 来出兵 究竟 在缅北地区所经营到的 电片集团 以及 在这些电片集团后面的保护山 是如何取代了 在2009年之前 一直统治着 果敢地区的 果敢同盟军 其后 这些势力 为什么成为了电片集团 果敢同盟军 又如何跟这些电片集团 有着 不共大天 这个仇要报 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要从 一个关键人物讲起 这个关键人物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 果敢同盟军的创办人 来到他讲起 果敢同盟军的创办人 他的名字叫彭家星 刚才我们也提及到 他有个名 或者叫做别称 人称果敢王 彭家星是出生于英属缅甸 据他自己所说 他的组织 就是来自于 中国的四川 彭家星已经在果敢 奋斗了超过六十多年 之前也执掌着果敢地区 超过三十多年 是果敢最有权势的大军 当然都是在2009年以前的事 这个人称果敢王 的一个人物 为什么能够 从之前 我们刚才所探讨的 历史故事 里面所提及到的 杨士吐司手中 取得果敢地区的控制权 因为我们刚才的历史故事已经说过 其实 杨士吐司 是一直势集落来 在明朝时期 已经一直统治果敢地区 后来为什么逆手 会由果敢王彭家星 来代替杨士吐司 虽然我们刚才之前说过 缅甸政府 逼杨士吐司下台 但是 为什么偏偏由 彭家星创立的 果敢民主和民军 取而代之 我们就要从1949年的时候说起 当时国共内战 基本上来说 已经大局已定 国民党大溃败 而随着 新中国的成立 当时国民党的鱼党 就由国民党第九十三司的残鱼 失利部队 逃到缅北当地 在缅北当地 组建了一间 果敢军事学校 而当时的 彭家星 就入读了这间 果敢军事学校 在国民党的 军官教导下 彭家星就学会了 最基本的战斗技巧 而做了当时的 缅北吐司 即是阳士吐司 里面旗下的自卫队的分队长 正如我们之前的历史故事说的 在1960年代 缅甸政府军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就来取消 杨士吐司 等等的多名缅北吐司 一个合法地位 当时身为 杨士吐司 旗下自卫部队的成员 彭家星 就在杨士吐司的儿子 杨振星的召唤下 就来到 和缅甸政府军大打一场 虽然杨士吐司 最终都将权力交了出来 但是 彭家星就在这一刻 开启了 对抗缅甸政府军的生涯 彭家星的老板 杨士吐司 虽然走老的走老 投降的投降 但是由于缅甸政府军到了果敢以后 就不尊重当地果敢的人民的利益 强推大缅甸主义 所以当时的彭家星 虽然他老板 都已经输到一派涂地 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觉得自己的民族被欺压 所以就愤移 大约三十多人 凭着这三十多人的部队 就躲在山上 继续和缅甸政府军打游击 这样一打 就打了很多很多年 去到六十年代尾 彭家星加入了缅甸共产党 也组建了缅甸人民解放军 就是一年之后 彭家星率领着这支 拥有红色信念的部队 横素果感 终于成功夺回到 差不多全部的果敢地区 就取代了 由缅甸政府 掃走的阳氏土司 也就是去救老板 的所有地盘 在果敢地位 彭家星一上任后 就实施着这个优养生息的政策 他上台以后 就立即减少当地人民的税收 在这个时间 都可以说到 当地人民的生活 是相对比较安居乐业 也是缅甸地区少有的和平岁月 但是这个地方从来都是很乱的 在彭家星执掌了 果敢都没多久 缅甸的内部 也很快出现了分裂 走向瓦解 而彭家星也遭到排挤 被迫隐居 不过今次的乱局时间就比较短暂 最后就由他旗下的一些将领和官员 在帮忙控制着果敢地区的局势 就邀请彭家星復出 重新来执政果敢地区领导者的地位 当时彭家星的手下 协助彭家星 取回果敢自治权 当时帮他手 取回这个自治权的手下 我们在这里读一读他们的名字 因为这五个人 其后 就成为了我们今集主题里面的四大家族 这五个人分别就是 杨宗伟 罗大财 张宗明 白锁成 和杨茂良 等等这五个人当时是非常忠心的 在帮彭家星平了乱之后 还请他回来做果敢地区的 实质控制者 当时 他们这五个人 都是非常忠心的 但是 原本很忠心的这五个人 就因为一件事 就令到他们 变得不再忠心了 在1989年的时候 彭家星所成立到的果敢同盟军 就决心 要对一些 非法开心弱酸战 就实行在果敢地区全面禁毒 那么缅北地区没有做这些事是假的 都出了名 做这些事 这样在这个时候 就触犯了 刚才我们所提及到的 那五个很忠心的 其中一个人 杨茂良 他自己的家族利益 因为当时 杨茂良家族 就是缅北最大的 非法开心弱集团 他一边大肆买这些东西 所买到的那些害人资物 赚回来的钱 又用来招兵买马 巅峰时期 这个杨茂良家族 他的手下兵力 达到上万人 但是 这个杨茂良的弟 杨茂延 就在一次 非法开心弱的交易里面 被中国警方逮捕了 其后 还以 卖害人资物的罪名 来判刑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中国境内一旦认定你 是卖害人资物的话 数量够多 所判出来的刑罚 不用想了 一定是批了你的 自从这个杨茂良的弟弟 杨茂延 被我们中国警方抓到之后再批了 就令到这个杨茂良 相当之胆战心惊 他很怕有一天 都是因为 虽同一样的事情 最终被中国警方抓到的话 跟他的弟弟的下场一样 所以 他就决定主动退出果敢 转移投靠了 缅甸政府军 但是不要以为他就这样重量 这个杨茂良 只需要一个新的避任 新的保护傘 在投靠了缅甸政府军后 就在缅甸军方的庇护下 继续卖这些害人资物 所以这个杨茂良 就继续一边赚钱 但是那边商 他又有工具 实力非常强大 既然 彭家兴说到要在果敢地区全面禁毒 即是跟这个杨茂良 发生了 完全没得谈的利益冲突 所以杨茂良 是一心决定要 整呱彭家兴 1992年的时候 杨茂良终于找到机会 夺取兵权 就令到彭家兴 短暂失去了权力 但幸好的就是 彭家兴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带着他的女婿 林明言 打回来 亦重新 夺取 果敢同盟军的兵权 不过 今次的战斗中 缅甸政府军事是最大的赢家 缅甸东北军 就捉住这个机会 出动到 6个步兵营 1个炮兵 火速占领了 果敢的关键制高点 亦拿下了果敢的控制权 虽然彭家兴 取回自己的兵权 但是 缅甸政府军 趁他们内控之仔 取得这些重要的制高点 这些重要的位置 所以彭家兴 亦要被逼 跟缅甸政府妥协 成立了临时政府 或者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 令到缅甸政府军当局 从此在果敢地区 都有一定的驻军权 从前来说 缅甸政府 直接连 驻扎军队在果敢地区的权利 现在就有了 不过 果敢地区的实质控制权 依然交在 彭家兴的手上 就是这样 双方 相安无事地 相处了大约14年 虽然偶有磨擦 但是果敢同盟军 和缅甸政府军之间 都没有发生大型武装冲突 在2008年 彭家兴还组织了果敢人民军 来为文村大地震灾区的人民捐款 捐物资 还支持了文村的灾友重建 不过其后好景不尝 正如我们之前说到 2009年的时候 果敢同盟军 就受到灭顶之灾 当时缅甸政府军 就以彭家兴 私造价餐为由 对果敢开战 毕竟缅甸同盟军 也是一个地方武装组织 在实力上 是打不过缅甸政府军 再加上之前缅甸政府军 都能够成功在果敢地区 获得主兵权 因此 果敢同盟军 就被缅甸军方所击溃 再加上 身边的二五子出卖 等等的理由 彭家兴 就是当时 打到身边 只剩下几十个亲兵 转展流亡到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 进行到他的流亡生活 还在2022年 离开人世 其实 果敢同盟军在2009年 被缅甸政府军迅速瓦解 缅甸政府这么有信心 将他瓦解的重要原因就是 当时彭家兴手下的四大猿将 都全部背叛了他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二五子出现 他手下的四大猿将 全部都暗地里 已经投降 投奔了缅甸政府 他们分别就有 果敢同盟军的副司令 白锁成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果敢同盟军的 那五个老臣子之中的其中一个 当时他是有份 邀请彭家兴复出 做这个果敢王 想不到在2009年的时候 变成二五子 而当时这个白锁成 也是身兼着 果敢同盟军的 副司令 而其余出卖彭家兴的还有 果敢政法系统的一把手 魏超人 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他的名字 他不是超人 还有 出卖他的 还有一个叫做 刘国璽的人 他是当时 果敢临时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 而最后一个 出卖彭家兴的 就是当时的果敢首富 刘亚宝 这四个人 其实 就是今时今日 缅北电骗 所谓到的 幕后四大家族 或者 是这些电骗背后的保护傘 赶走彭家兴之后 白锁成 魏超人 刘国璽 刘亚宝 这四个人 就成为了 果敢地区最有权势的四大家族 他们是合在一起 代替了彭家兴 控制着果敢 因此大家看到整个故事究竟是怎样了 对于彭家兴的儿子 彭德仁 今次 来打响这场 缅北内战的第一炮 其实 是充满着 恩怨情仇 彭家兴被这四个人出卖 令到自己的政权没有了 而且搞到 缅北地区声名狼藉 所以对于彭德仁 也就是彭家兴的儿子来说 打倒四大家族 不单为了创除缅北的电骗集团 也同时 为了他 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彭家兴 的一场 复仇之战 当然 我们也不排除 彭德仁 是想还果敢人民一片太平 想将 果敢成为了 臭名远播的电骗中心的这个名字 撕了他 而发动这次的这场战事 不过 这个 极有可能不是一个主因 复仇 或者夺回政权 可能才是主因 这四大家族 以白锁城家族最为有权 白锁城 是当年 五大老臣子之一 他身为彭家兴的副手 在联合到 缅甸政府军 击败了 彭家兴以后 白锁城就自认到自己应该就是 代替 彭家兴 位于 果敢自治区的第一把交椅 当这个白锁城 成为了 新的果敢王之后 他就拒绝接受到 缅甸政府的任命 继续将果敢打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白锁城的大子 白应能 也担任到 果敢百姓集团的 董事长 而他的第二个儿子 白英仓 也担任到 果敢财政局的副局长 兼且兼任了 果敢民兵的大队长 也是 昌盛科技园的创始人 说到这个 什么昌盛科技园 可能大家都会想到 其实这些所谓的科技园 就是今时今日我们所见到的 电片基地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园区 白家派遣道武装部队 来保护这些诈骗员 只要进去的 都不要想着走得出来 而大仔白应能 所搞到的 百姓集团 就垄断了果敢地区的房地产 和博彩产业 简单来说 其实整个白家 就是用到武装 来保护 其下的 一些博彩业 赌业 诈骗集团的业务 和那些 非法的勾当 白家成家族 每年都由中国 骗走了 几亿美金 这个就是四大家族之一的白家 白锁成家族 他的由来 和所从事到的业务 好了 我们就讲下第二个 四大家族之一的 另一个人 魏超人 这个姓魏的 虽然 并不是 当时果敢同盟的那些老臣子 出生就并没有 好像我们所提及到的白锁成 那么出名 但是这个魏超人 他所从事到的 那些偏满生意 反而比起第一个 白家来说 就更加有名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亨利集团 之前我们所说到 缅北地区的电片的时候 都会提及到这个亨利集团 没错 亨利集团 就是 这个魏超人家族 旗下的产业 亨利集团曾经打造了 好像是 李赛高等等的 网上骗人分子 为他偽造到 远征军后代的身份 高唱中国歌曲 来偷骗中国人去缅北 但是 这个李超人 其实就已经挂了老衬了 而那个臭名超注的亨利集团 就由到 魏超人的女儿 魏庸所接掌 而令人讽刺的就是 这个魏庸 还竟然被誉为 果敢地区里的爱心慈善家 魏超人家族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魏家 依靠的 就是背靠着缅甸政府军 来作为自己最强的后盾 因为魏超人第三个儿子 魏华人 被缅甸政府当局 任命为 果敢边防营的刑长 虽然只不过是边防营 所掌握的人数不会太多 官位不会太高 但是假假地 这个边防营都是缅甸的正规军 所以 很多人都不敢得罪他 其他的地方势力 如果和不同的民兵组织 有冲突的话 这些情况 最多都是被誉为 街头互咬 但是如果你和 缅甸政府的边防营打仗 和他有冲突的话 其实就等同于 和缅甸政府开战 所以 不要看他人少少 背后的势力 绝对不说得笑 所以才撑得住 这个恶名超注的亨利集团 就是这样 好了 说到第三个四大家族的人 就是这个刘亚宝 刚才我们提及到 刘亚宝 没有官位 不过 他就是那个首富 早年 他联合了 缅甸政府 从事一些 贩卖非法开心药的生意 贩卖这些害人之物 而累积到第一桶金 之后 这个刘亚宝 就将这个家族产业 扩大到 博彩 电片等等的领域 由于 他财雄勢大 所以 手握着多个 电片集团的产业 比较出名的 福利来集团 就是这个刘亚宝 一个四大家族最后要提及到的 这个刘国勢 玩到那么尽 刘国勢也是彭家兴的老步下来的 但是为了权利 他就背叛了彭家兴 刘国勢得人害怕的地方就在于 他为人相当低调 也不想和 其余的三大家族争生意 除了经营几个赌场以外 刘国勢 主要做的 都是从事挖矿的生意 但是 大家就会心想 挖矿的利润 怎么都比博彩和电片低 不过 千万不要看少这个刘国勢 为了赚钱 刘国勢就发明了一套 自己所谓的一套独特经营之路 简单来说 就是将人用到尽 怎样用到尽 在刘国勢的眼里 那些抗工工人都不是人 而是正正中中的奴隶 刘国勢就将人 当成商品买卖 将那些抗工 就好像 动物那样 逼他们入 抗山里面挖矿 好了 在那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这样逼他们挖矿的时间 这些人最终都会顶不住 不过 在刘国勢的眼中 即使这些人 挖矿挖到 人都废了 这样也不要紧 刘国勢这个时间 就会插干插正 这些人最后的成余价值 意思就是 将这些 已经剩下半条人命的抗工 将他们身上的五藏六虎 都拿出来卖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 刘国勢 才是 我们所说到 变卖五藏六虎的 缅北大魔王 其实就只是他 以上的 这四个人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果錦四大天王 或者叫果錦四大家族 现在曾经被他们背叛过的 果錦同盟军创办人彭家兴 他的儿子 彭德仁 率领着果錦同盟军 重新打回来的时候 尤其是打着 消灭 缅北电骗集团的这个旗号 来打向这场缅北内战的时间 就在我们 华人地区的互联网上 赢得一变左右的支持 当然 当中的理由 都很容易想到出来 有谁不支持 打倒这些 电骗大魔王 而事实上 亦都有这样的需要 一天果錦四大家族不随 电骗的毒瘤 都不会剷除干净 彭德仁 率领着果錦同盟军 在山上打游击 就由2009年 到今天2023年 都隐了14年 隐辱负重 才来到 作出这个彻底的大反击 相信果錦同盟军 等了这一刻太久了 他们要把曾经失去的东西 要一次过 全部拿回来 由于蝙蝠的关系 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 关于缅北内战的这个故事 其实还有下一集 但今天我们就不够时间再说下去了 所以 欧之后事如何 所以关于这个 缅北电骗集团 四大家族的故事 以及果錦同盟军 怎样打倒他们的故事 就要留下一集 再为大家分晓 接着我们就说一下 现在美国有两个记者 出了一本新书来爆料 爆的是什么料呢 就是爆了 王之锋 曾经想寻求美国的庇护 是政治庇护 这个政治庇护 就被美国无情地拒绝了 这两个美国记者出的那本书 书名叫做Amanda Baves 中文名 应该译做 勇者之中 他们书里的勇者 就是说黄之锋 其实这两个美国记者 曾经派驻过香港 他们分别就职在 华盛顿邮报 和大西洋杂志里 大家都知道 这些什么华字头的 邮报 从来都是帮美国政府来唱好的 然后对于我们香港的新闻 和内地的新闻 就肆意地抹黑 不过今次他们书里说的事情 就有牵涉到 是美国政府的 所以可信性 都极高 因为他在书里爆料 就没有美化到美国政府 根据这两名记者书中爆料的内容所指导 和同黄之锋 就在2020年6月30日 也即是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前 就去到驻港美国领事馆 在这个圣约汉大厦的其中一个办公室 来与两个美国的外交人员 去到会面 其实黄之锋和美国的外交人员去到会面 不是纱时之间 因为黄之锋会定期与他们会面 而今次这个会面 对黄之锋来说 是非常重要 因为即将 港区国安法 就会通过 而黄之锋 非常担心 自己会受到港区国安法的惩处 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自己心知肚明 所以他在跟美国的外交官会面的时候 他就说到他不想走 他这个不想走 不是不想离开香港 是不想离开美国领事馆的范围 又或者是离开美国领事的庇护 他还说到他想进入美国领事馆 他言下之意 这个进入美国领事馆 就不是去到里面申请签证那么简单 这个意思也非常明确 就是他想进入美国领事馆 来逃避港区国安法的惩处 即是要进入美国领事馆 来申请美国的政治庇护 但是这样 当时那两名外交官 没有答应黄之锋 他们只是跟黄之锋说 你可以留在这个圣约汉大厦 不过 圣约汉大厦因为 不是这个美国领事馆里面的范围 他只不过 那个办公室是属于美国领事馆的其中一个办公室 所以这个圣约汉大厦的办公室 是不可以享有领事保护的 更何况根据这个美国的法律所规定 要申请政治庇护的话 是不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去申请的 即是说到 黄之锋你想逃走 你想利用这个领事保护来逃走的话 首先你要去到美国本土 所以当时的黄之锋 真的可以说到 是站在那里 什么计划都没有 不过 黄之锋 就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 他就如一只小强一样 生命力都挺横强的 他立即想到其他方法 寻求美国的帮助 帮助他逃走的 黄之锋就联络了前香港众志的成员 奥卓軒 这个奥卓軒身处在美国 黄之锋就要求到奥卓軒 帮他发一些电邮 这些电邮是发给谁呢 就是发给当时的时任国务卿 蓬佩奥 和当时的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 他就在Email 和蓬佩奥和佩洛西 去到港道 若然黄之锋 继续留在香港 会十分危险 因为他会成为 被追捕的目标 所以就希望美国方面 为黄之锋 提供政治庇护 当蓬佩奥接到这个Email 就大为紧张 还在48小时之内 就叫他的幕僚回来 一起去商讨一下有什么办法 但是蓬佩奥这个紧张 其实不是担心黄之锋 是不是被人逮捕 而是他背后考虑的 就是中美双方的外交角力 因为当年美国是准备关闭我们中国 驻优斯敦的中国领事馆 当时我们也听到新闻 他说美国人就屈我们领事馆 说我们里面有些不尋常的武器 就藏在优斯敦的领事馆里面 所以要进来搜我们领事馆 但是最后是什么都搜不到出来 然后就随便找一个当地的中国人 就屈他们是间谍 美国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 在外交上面 我们会有对等的反制手段 也即是说到 当他们关闭了我们中国 驻优斯敦的中国领事馆的时候 我们也会关闭一间 他们美国驻我们中国的领事馆 但是若然在这个时候 他们美方 是被王之锋进入 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的话 他们就担心 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 会成为这个外交对等反制的目标 因为就算关闭内地 其他的领事馆都好 他们都不想关闭香港的领事馆 为什么 因为蓬佩奥以前做过呢 因为蓬佩奥以前掌管过中情A局 他当然知道 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 对于他们收集情报来说 是有多么大的价值 还有在这里窝藏的 叠数量之多 说出来可能真的会吓人 如果因为王之锋的这件事情 而令到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关闭了的话 就等于 美国放在我们香港的天文台 整个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是不愿意 牺牲这件事 来换取王之锋的自由 所以当时 蓬佩奥开会 就不是说讨论 给不让王之锋进入领事馆 而是他们一早已经决定了 不让王之锋进入美国领事馆 但是 王之锋 怎样都帮他们美国做事情 若然可以将他带到美国 或者到世界其他 与美国有关系的地方 王之锋 就像柴玲 吾尔开戏 可以在海外 来唱衰我们中国 唱一世那么多 所以当时的王之锋 对美国来说 只剩下这个利用价值 而他们就考虑到 不如将王之锋 带来香港 偷运出去 那怎样将王之锋 来秘密偷运出去呢 现在王之锋 又不能进入美国领事馆 来庇护他 你说进入美国领事馆 偷偷地 坐上美国领事的专车 再去到香港机场 上美国的专机 都说有领事保护着 上机就可以离开香港 但是现在这条路 走不通 难道走六路吗 我们中国 和美国 有没有六路的边界 来双接 最后一条路 当然是走水路 走水路 有两个方向 当时 冯沛奥想到 走水路就可以向东 去到台湾省 就像十二门徒一样 向南 就可以去到菲律宾 菲律宾 都是受到美国控制的 不过 他们就担心到 如果走水路 出了我们香港管车的水域 即将 就会进入中国内地 所管车的水域 很容易就会被内地的海警 一旦就捉了 到时候 这样偷运 黄之锋的事件 很可能会变成国际事件 所以这个水路 也是走不通的 不过我在想 会不会因为这个水路 走不通的原因 是蓬佩奥 当时就不认识 长毛王 你知道 十二门徒 也是长毛王提供大飞 那些逃走服务的 那个长毛王的名字 我们就不可以传开 因为人家都是律师 大家如果有跟着 十二门徒案件背后的因由 就会知道 谁是长毛王 所以如果蓬佩奥 认识长毛王的话 说不定王之锋 早就搭船走了 还可能 在中国内地管车的水域 就被海警抓了 经过这些研究之后 这两条水路的方案 都是不可行的 而且这两条水路的方案 不只是蓬佩奥和他的幕僚 研究这么简单 这个为王之锋 订阅的逃走方案 还上到美国国务院审 最终美国国务院内部 是觉得这些方案 是不可能的 好了 美国那边就否决了所有帮助 王之锋逃走的方案 但是他们没有将 拒绝了王之锋 这些要求 告诉王之锋 就由得王之锋 自己一个傻傻的 回家等消息 不过 是等一个 永远都没有的消息 大家说 唉 这一刻的王之锋 深不深酸 看到这两个美国记者出书 说述他自己 曾经要求过的这段经历 原来一直以来 他在美国人的心目中 都不是很重要 不单止 没有尽力协助王之锋逃走 还连叫他吃自己的这句话都省 正正就可以给到那些 还没被国安法拉的那些汉奸看到 帮美国人做事 就像王之锋 那样的下场 一旦当你 下网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来帮你的 放肆像王之锋 就算赚得多钱又如何 现在他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还在赤柱监狱还压着 再加上这两个美国记者出的这本新书爆料 也是一样有力的证据 来证实了 王之锋 是勾结外国势力的 而王之锋他自己本人也估不到 他这样来到勾结美国的外交官 勾结美国的政府高层 连他想寻求逃走的这些细节 都被两位美国的记者 拿来出书去卖 当他的故事 就是茶余饭后的笑话 完全没有想过 这本书的内容有可能会成为 王之锋家营的证据 我们希望这两个美国记者 出多点书 看看会不会爆到一些 又会和美国政府勾结 来搞乱我们香港 但又未被抓到的人事 在节目完结之前 现在就由我 格仔来介绍一下 12月21号 至1月2号 今次为期13天 新潮民 云南 养生之旅的行程 首先我们就会由香港出发 经深圳湾 乘坐包车 前往 深圳的保安机场 在坐两个多钟头飞机以后 就会抵达 云南的首款昆明 到复了以后 我们就会即晚 去到感受一下昆明市 繁华的一面 为到我们的旅程 热一热身 去到当地著名的 南平步行街那里 shopping完之后 晚上 再设一个丰富的晚餐 然后为到 旅程一开始 作好准备 去到第二天的时间 就会由昆明 乘搭高铁 来到著名的丽岗 当地有一个 叫做虎跳峡的 世界著名景区 它是以极大的落差 而文明于全世界 虎跳峡分上中下三段 之所以它那么出名 就是因为 峡谷中间 就是长江的上游 金沙江 而两岸 就是玉隆 和哈巴两大雪山 所以 当长江水 冲到 这两大座山中间的时间 就会形成了急转弯 加上 江面最窄处 只有二三十米 在这么大的落差 和这么窄的环境下 就会造成 江水崩騰洪涌 在虎跳峡两岸 安全地欣赏 这个长江第一弯 以及附近的景区 就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到第三天 我们就会去到 玉隆雪山的景区 由于这次有一次养生之旅 所以我们就并不会 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赶到这个时间 参观玉隆雪山景区的云忏评 就適合我们了 它的海拔不算太高 但依然 可以在云忏评里面 欣赏到整个玉隆雪山景区的景色 再加上在附近 拥有到玉隆雪山 的雪水所融化到的 蓝月谷 池水清澈见底 而且带有一股 梦幻般的蓝色 是非常震撼的眼球 在它的附近 也有东方棉花堡之称的 白水台 看过白水台的朋友 从此就不需要 远辐欧洲土耳其 来欣赏 类似的地貌 因为我们 中国的白水台 比土耳其棉花堡 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美 之后我们也会去到金海子 还有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影片的话 经常都会看到背景 是熟口熟面的 这个我们新潮民经常都用到的 背景 就是这个 黑龙潭公园 这次我们也会去到 当地参观 比得我们经常拿来做背景 当然 它的景色是有那么美 所以我们才会采用 之后 去到第三日 麗光的晚上 我们就会欣赏到 这个麗光千古城的大型歌舞表演 有别于 一般的大型歌舞表演 将高科技手段融合在 现代以及 传统一新的歌舞剧里面 透过这样的形式 来表达到 麗光千年的历史和传说 就对了 很多观众反映到 都是非常精彩的 去到第四天 我们继续会留在麗光 因为景点多到玩都玩不完的关系 第四天的早上 我们就会来到 休闲的麗光古城 南部 来参观 历代麗光 牧士吐司的府邸 这座府邸 也称为木府 由于它是 古城里面的地标 所以还吸引了很多 电视和影视作品在这里取景 例如有 电视剧《木府风云》 以及《前皇》 的剧组 来到前来拍摄 之后我们就会转移到 古城的另一方 去到四方街 让大家感受一下 麗光古城的闹市 这里曾经是 茶马古道上的交易中心 在明清时期 已经是云南商贸的书楼 说到这里 都是第四天的热身行程 因为我们将会去到 比起繁华的麗光古城中心里面更加天静的 速河古镇 有朋友就说到速河古镇 仿余 好像十年前 都还没有那么多人前往的麗光 比较清幽 和可以更加接触到 古代的气氛 但不要以为这样就完结 因为我们就将会去到 另一个古镇 白沙古镇 白沙古镇就位于麗光城的北边 相比起上来 还有更加多朋友就说到 白沙古镇 仿余20多年前 的麗光一般 所保留到的古色古香风貌 空气和环境 是保留得更加原汁原味 当然 我们也要去到这里 然后 去到行程的第五天 我们在 玩完三天麗光 住了三天同一晚的酒店之后 就会转移到 云南另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 就是大理 来到大理 当然 就要去看一看 背靠仓山 面临以海 大理的地标象征 亦是拥有到千年历史 在当地非常宏伟的建筑物之一 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 在这里 我们就会乘坐索道 也就是蓝车 来到前往 清碧溪 仓山大峡谷 来到欣赏中国最大的 象棋旗盘 撫养以海 和 崇圣寺三塔 整个环境 非常美不声秀 之后第六日 我们也会 继续在大理 要深入认识大理 当然要去到 大理的博物馆 在大理博物馆 我们就能够看到 当年的大理国 里面的一段历史 以及欣赏到很多大理国的文物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霜郎古镇 来拍几张照 古镇里面充满着历史文艺 以及清新的气色 加上 它是背靠 以海 环境 十分之美丽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大理的张家花园 来欣赏 这个继承了白族民居特色 既细致又精美 这个建筑物 还可以欣赏到当地的民族节目 去到一边品茶 一边看表演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大理古城 去看看这个 位于苍山脚下 风景秀丽 昔日 古代南照国 以及大理国的都城 在古城里面分布了 十四处市级 或者以上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承继着大理的文化 宗教 以及民族文化 我们当然不可以不去这里 接着我们就来到行程的第七天 就会由 住了两天的大理 出发到 我国三大地热区之一的 藤冲 来探世界 不说不知道 其实我们 中国的 地月温泉的资源 也是相当之丰富 藤冲身为 我们中国三大地月区之一 所拥有 位于该区的温泉 就有八十多个 它的废泉 是遍布 整个藤冲各地 有一宏热海之清 其景观 和水温 也是全国罕见 由于藤冲占到我们中国 已知的温泉数量 差不多四分之一 当然我们 是要集中火力 来感受一下 一到达藤冲的时间 我们就来到参观 当地非常出名的 藤冲火山热海景区 这里是一个国家5A 最顶级的景区 之后 当然不是光看 我们还要感受 我们就会去到当地的一个 最豪华的五星级温泉 藤冲的 和顺泊联温泉 如果大家 只是曾经去过 类似日本 等等的这些地方 浸温泉 那就一定要试下 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温泉 究竟是怎样的 当中的质量 绝对是值得我们的自豪和光荣 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温泉 绝对不比日本那些 在浸完温泉 吃完牛肉火锅当晚 一觉醒来 去到第八天 我们就会出发到 去参观汪市的 猛换大金塔 由于这个地方 已经是 差不多去到 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边界 所以当地的建筑物 也很有 东南亚的色彩 以猛换大金塔 它是属于 我们中国其中的少数民族 大族 所设计的皇宫 建筑风格 猛换大金塔 它的外表金光闪闪 宏伟高大 是当地汪市的标志性建筑 亦是当地 带族人民的圣地 而与之对比 有金当然有银 在他们旁边 也有猛换银塔 当中这座银塔 是以纯白 为基调的 有很多人就形容到 猛换银塔 直接看起来 好像假的一样 影响 是特别出众的 两座塔 一座金 一座银 在色彩上 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来到接近东南亚的地方 当然 亦都要去到当地的 猛巴拿西 珍奇园 来到见识 全国小见的大量古树木 以及世界罕见的 植化木浴石 他在这个奇珍园里面 所展出的 就有四个大字 稀奇古怪 而去到堪称的 亚热带植物 当中这里的古树 很多 都有超过过百年的历史 而有五百年历史以上的古树 亦都是多不升数 绝对值得来这儿参观 之后由于我们这么近到中缅的边境 我们当然 要去到 中缅的口岸 也就是 著名的中缅一条街 在这里 已经接近出到我们中国的国家门口 用眼睛一看 就可以看到 对面的缅甸 当然 我们不会走过缅甸 然后 也会去到 著名的一寨两国 这个一寨两国顾名思义就是 位于中缅 边境之间的 一座中缅边随小镇 我们就位于中国的那一侧 来到去参观 在这里应该就是来缅甸最近的 中国地方 来到感受一下当地 大族和 警婆族的风土人情 也是非常值得一去 尤其是 那里所拍出来的相片 非常漂亮 之后我们就会回到 腾冲那里 因为 我们在腾冲 会连住三天 所住到的 当然都是 腾冲著名的温泉酒店 不过探还探 我们去到第九日 在前一晚浸完温泉 早上吃完早餐之后 就会来到 田西抗战纪念馆 来开始我们第九日的行程 由于云南的西部 是当年 我们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著名的 缅甸至云南的补给线 也是 非常之近 我们这次要去的这个地方 田西抗战纪念馆所展示到的 就包含到 抗战后方 遇敌前线 以及路纲对峙等等的部分 展品就是以 抗战的实物为主 包括图片 文字 以及影像的资料 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绝对要 无忘历史 看完之后 亦都会令到我们 感到十分震撼 在参观完 田西抗战纪念馆 当然就要去到他隔离的 国伤墓园那里 去到向墓园里面 所长眠着 当年抗日 远征军的几千个英灵 这里是为了纪念 中国远征军 第20集团军 所阻亡的将士 而修建而成 亦都是 全国有名的 抗日烈士灵园 再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和顺古镇 和顺古镇 是茶马古道的重镇 亦都是 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去环山而建 我们当然不能错过 之后的那个景点 就是专位到 11月和12月出发的朋友 你们幸远 因为 季节適合了 所说到的这个景点 就是 每逢在今秋时份 就会变到 金光灿烂的 世界一般的银行村 在11月这个时间 银行村 他就会变到 在我们的视野范围里面 全部都是金黄色 这种诗情画一般的感觉 是绝对值得我们感受的 其后 我们就会再去到 腾冲当地 另一个著名的 五星级温泉 来浸温泉 来得腾冲 当然 是要享受 去那些 最顶级 最正的温泉 我们就会去到 粤庄温泉 又或者是 荷花温泉 这些当地著名的 五星级温泉 去感受属于我们中国 大地大比道的我们的礼物 然后 就去到 第十天的旅程 在连住三天 腾冲的温泉酒店之后 我们既可以 在外面 浸一些五星级温泉 又可以回到酒店住的时间 浸到 酒店里面的温泉 这么炭之后 都很不舍得离开 但第十天 我们就会由 腾冲这个温泉之乡 就会去到宝山市那边 再乘搭列车前往昆明 返回昆明 从前来说 我们绝对不可以选择这条路线 因为 要由腾冲去宝山 再返回昆明 最近都只有唯有去 大理那里 乘搭列车回昆明 但现在已经不同了 由于 中国和缅甸 的大通道建设 获得重大的进展 因此 宝山至昆明段 的高铁 就在前一年 正式 就来到建造完成 这一段 亦都是中缅铁路里面的其中一段 大理至宝山段 我们现在 新鲜滚热 在中缅铁路这一段 其中一段落成的时间 我们就有机会感受到 位于邻国和我们中国接让 的高铁列车服务 究竟是怎样的 也就是说到 我们是 可以回到昆明的这段路里面 感受一下 中缅铁路的其中一段 而回到昆明的时间 我们也会去到昆明老街 昆明老街 的建筑群里面 比较古老的 都有成九八年的历史 在这些建筑里面 都承载着昆明这座城市 大量的记忆和故事 作为云南的首府昆明 我们当然不可以只当它是一个中途站 或者转博站 有别于一些 传统的玩法 我们当然是要深度了解到 昆明 美丽和历史的一面 而去到第十一日 如果我们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到 云南 这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当然 我们首选的 就会去到 云南的博物馆 云南博物馆作为 一个省级博物馆 它里面的藏管展品 既有规模 级素 又有当地云南的特色 是其他博物馆所看不到的 如果要了解整个云南的历史 和珍藏 来到云南博物馆就对了 再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中国近代史上 其中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 陆军港武堂参观 陆军港武堂 原本就是清朝 为了编练新式陆军 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 后到尾 就和 位于天津的港武堂 奉天的港武堂 并称为 中国三大的港武堂 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昆明市内 著名的翠湖公园 由于我们出发的日期是 11月 以及12月 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幸好 除了刚才说到 看到银行村里面 金光闪闪之外 另一个当造的时间 就是因为 在昆明市内 有大量 来自于西伯利亚的海料 为了避过这个严寒 就会来到春城这一处 来到去避寒 因此 当我们去到 有春城之称的昆明 这些这么美的公园的时间 都会有大量的海料 聚集的情形给我们 去到看到 当你随手准备一些 面包碎 干粮 随手向天空 一辉的时间 就会可以惹来 海料的夺食 大家也不妨 去到云南的这些公园 去到海料都还可以 加上当地 这些公园的风景 十分之漂亮 绝对可以拍得出一张 你心目中想要的漂亮 之后来到行程的第12日 既然亲近的动物的话 倒不如 去到 著名的昆明动物园 那里参观更好 昆明动物园出名 是一个体验相当好的动物园 全国都文明 在里面 就有 云南的 野生亚洲象 当然也不少 作为震馆之宝的 大红猫 在园内 各式其式的动物 都可以 去到近距离 进行互动 甚至是触摸 然后 之后我们也会去到 另一个昆明市内著名的公园 海霸公园 再之后就会感受一下 昆明当地的一个五星级温泉 亿豪城堡温泉 来放松一下 感受一下 豪气 因为去到之后的第13日 我们就准备回香港 不过 在临到之前第13日的行程 亦都 安排到大家 去到参观全亚洲最大的 花卫交易市场 豆南国际花卫市场 这个 令你瞬间置身于一片花海 有红色 黄色 白色 蓝色 紫色 各种颜色 包含到玫瑰 香日葵 康乃馨 菊花 等等多种 不同的花 于一身的花卫市场 是全亚洲最大的花卫交易市场 我怕大家去完之后不舍得走 不过都没办法 第13日 就是我们最后 一日的行程 我们就会由昆明 搭飞机前往深圳 然后 再乘坐我们的包车 经深圳湾 回香港 这样就结束到我们 13天的行程 在这里需要注明的就是 这个团 是特别适合 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去到玩的 而且我们 在行程里面所坐的旅游巴 都是我们俗称的 飞机 旅游巴 在我调教到整个行程的时间 亦都是 就着年纪 有这么多的朋友 去到量身订造 所以大家会见到 留在同一地方的日子 会比较久 叹叹叹 脚步放得慢 轻松 有兴趣的朋友 就快点联络 Whatsapp 加852 68287447 找潘小姐 报名和查询行程 再说一次 是Whatsapp 加852 68287447 找潘小姐报名和查询行程 一旦决定了 手脚要快 因为我们新潮民 新潮之内 从来报名速度 和满压的速度 都是很快的 在这里 先说一句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 会喜欢我 隔仔亲自设计的这个行程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提提大家 我们今晚星期四晚的新潮民直播节目 就顺言到 明晚 星期五晚 才有 所以今晚是没有直播的 就要留在明晚星期五晚 我们才有直播和大家见面 敬请大家留意 在节目结束之前 也请大家做齐新潮民三宝 以及分享 赞好 留言 订阅 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专页